農民斬菜用退休後經營一片無獨的農園 最近發現原本創除的菜園裡面 今年有一個季食的結頭菜 讓它感覺很意外 就是土比較乾的時候 我來出草的時候才發現的 發現的時候已經種了多久了? 大概兩個月有了 兩個月喔? 對 那就是紫色的整個這樣? 對 就是連那個葉梗都是紫色 只是葉面是綠色 那個梗也是紫色 就是葉的那個也是紫色 整顆都紫色 我很意外 農民斬菜用表示 經營農業這麼久 第一次看到季食的結頭菜 而且生了比一般正常的結頭菜 比較大顆一點 我很意外 我有嚇一跳啊 我是買那個種苗回來種 我也不曉得說它這一顆 就是也只有這一顆是吃這種顏色 所以種苗都沒有奇怪的地方 一樣都一樣 種苗種的時候 當時種色都一樣 我有上網找過 它是那個 那個上網是有 是有這種品種 可是應當是還沒有很普遍 所以市面上 目前我是很 我很少看到啦 紫色的蔬菜 灰青色的含量比較多 吃了很應用 不過農民並沒有打算斑來吃 這顆紫色的大頭菜 你決定怎麼去處理它 我看能不能把它留起來當 當那個就是留種子 然後以後再繼續看有能不能種出 比較多的紫色的大頭菜 不然市面上沒有人 不會紫色的隔頭菜的材料 未來這顆紫色的隔頭菜 農民除了提供大家參觀 並請試驗發材料來做看看 看是不是有辦法繼續 除了整出紫色的隔頭菜 記者的環洪昆叉風報道